初初回來我都會有憂心 但這幾個月時間 剛才我和你聊天 我發現你快速地融入這邊的生活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我們經過了兩年多 其實我才找到你 交給你們裝了之後 我在香港找裝修 裝修一層樓 我是滿意了很多倍 到現在來說 我覺得超出我預期 之前我不是常常在的時候 每一次回來都發覺是不同了 國內現在真的空氣好很多 比香港做的 因為香港我等巴士就大件事了 分分鐘巴士一起來就熱氣騰騰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如果現在讓你再看一次 你的選擇可能對中山了解更多 我只是用 關區生活 知道多些 今期很開心和Alvan哥一起吃飯 今晚我們吃了很多東西 都吃得很開心 又聊天交流了很多 Alvan哥在宋宗山這邊從買樓 到現在生活了 其實都三年了 但其實真正在這裡生活 就是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 因為過去你都知道疫情 除了上來買了樓 交完錢 收完樓 都回到去 正式開始就是幾個月 但是這幾個月時間 剛才我和你聊天 我發現其實你快速融入這邊的生活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絕對是一個生活達人 其實在香港 你們都知道 都可以看Youtube 當然看到你來 你介紹灣區的燈湖 有些東西 例如居住證 然後拿了居住證之後 但是你都很勇於嘗試 我知道你買了電動車 是啊 電動車 哈哈 然後乘這個公交車 然後周邊先去考察一下地貿 然後再自己開車去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回到來 我買了神灣這邊 神灣這邊可以說是 在中灘來說還是落後一段 一個小鎮的風情 我第一時間 然後買了一個電動的單車 就是兩隻輪的那一隻 哈哈 其實就很容易 在說原來整整一下就很容易 我完全沒有開過 但是有開單車底才行 就是這個東西 或者有開電單車底才行 就很簡單 這樣呢 跟著去遠一點 你就不可以拿著電單車 這樣就要乘巴士了 乘巴士的時候 就會考慮到 咦 知道了 我60歲 原來就已經可以申請免費了 就變成假扮一個老人證 這樣就變成假扮一個老人證 其實是居住證 即乘車是一個老人證 其實居住證 我是假扮一個居住證 然後駕駛一個居住證 就可以去扮一個乘車有為的證 都很方便 其實在這裏乘巴士 我也覺得很方便 為甚麼呢 起碼沒有死氣 我聞 都是電動 即是 國內現在真的空氣好很多 比香港做的 因為香港等巴士是大件事 分分鐘呢 那些巴士一起來就熱氣騰騰 這樣我猜是很厲害的 但是現在等巴士 就叫做優栽游栽游椅坐的 哈哈哈哈 剛才吃飯聽你說 其實神灣這個地方 事實它是沒有城區那麼發達 但當時它最吸引你 買這裏 是因為你站在上樓部那裏 你感受到 我感受到 那些空氣我聞得很舒服 我聞得很舒服 那個環境 即是它雖然是比較落後的 可以說 坦白說 但是你都覺得是很自然 很舒適 所以我已經不再考慮了 我第一次上來 一看我就買了 還帶親戚朋友 是啊 更加開心就是 對面也有住樓上樓下也有 我變了很開心 其實一家人現在一齊回來 其實他們都是跟著你 先去探索 你又告訴他們 你要辦什麼東西 如何在這些快速地融入 其實我 那時候是一個人在這裏 先頭部隊回來 是啊 我先頭部隊 我探一下這裏 哪裏有好東西吃 哪裏可以玩 哪裏可以走 就是衣食住行 我都會留意到 嗯 如果你就說神灣來算 我相信接下來很多的朋友 都在神灣 準備回來這邊生活 你神灣有沒有一些美食推薦給大家 你是叫做神灣本土盲公族 其實 鄧灣 有些地方都很簡陋 嗯 但是東西真的OK 可以說 例如吃雲吞麵 我介紹給隔壁鄰居 都覺得十幾塊碗真的很好吃 真的 至少香港對麥記那些都 至少有九成 可以去到 但是收你十幾塊而已 是啊 還有很大碗 還有雲吞有六粒 是不是在你們樓盤附近 是啊 我下午去吃 我不喜歡走的時候 我就開電單車去 啊 喜歡走的時候 走過去都是幾分鐘而已 所以很方便 從這個言談中完全感受到 其實Alfred在這邊 是完全是很適應這裏的生活 但是很多的朋友其實還是很擔心 我回來 我會不會適應不到 我用不到內地的一些產品 從電器到食物 但是你呢 因為經我們這邊溝通裝修這件事情 那我會覺得 你的優先次序是 還是你先用內地的產品 其實我都 初初回來我都會有優心 為什麼呢 我在香港 我是喜歡在家自己磨咖啡豆 沖咖啡 但是我回到來 我才知道原來 雲南那邊也有很多咖啡豆 但是如果要買進口的也都有 就算我要買咖啡奶 我以為香港才有的 那隻牌子 但是原來呢 回到來國內也有 我又發覺原來 國內也有很多麵包店 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完全是 來到你會覺得 做些西式的麵包 有很多店是很好吃的 還有呢 即是神灣是比較舊的 但是以我住那裏 都有四廣咖啡店 喝咖啡的 然後呢 你去市場方面 都有幾個咖啡店 但是這些咖啡 十多元一杯 但是絕對不會差得過 香港的名牌的咖啡 就是這樣 嘩 所以其實 真是一種心態 先接受這裏 融入了這裏 其實很多東西跟著來 就非常快速 包括裝修這件事 我亦都很感謝 阿佛認同我們公司 找我們幫忙去裝修 其實從一開始選擇我們 你是我們算是 決定最快 考慮最問的問題 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多 就很快地信任了我們 其實呢 在我們賣樓 至到現在開始裝修 我們是其中一層 即是我們弟妹在那裏裝修 其實我們是看了兩年多 OK 在YouTube上分別介紹 也有很多不同的裝修 的頻道介紹 但是我們就不理太多 我自己本人 我就是你出來的結果 裝修出來的模式 或者是那個質量 嗯 我們經過了兩年多 其實我已經找到你了 哈哈哈 交給你們裝修之後 其實由三月到現在 其實我一直在看 你們的每一個步驟 以及做到現在 其實坦白說 我在香港找裝修 裝修一層樓 我是滿意到很多倍 很多倍的 多謝這麼高的評價 因為這裡可能有個小背景 大家是不知道的 因為Alpha這邊 是在裝修對面的 所以是可以經常去工地 可能有時候你看到 是哪幾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師傅不錯 或者工藝不錯 或者他身邊的團隊不錯 讓人們很放心 我不用怎麼理 基本上來說 我交了給Henry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除了我第一次去簽合約的時候 我們會說得很清楚 其後我也是已經交代給他做的 因為第一次簽合約 我簽合約之前 那間屋是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大家已經是港貸了 然後我才去簽合約 簽了那份合約 大家都是按照那份合約去做的事 而我久時久去看進度 去到哪裏 其實到現在來說 我覺得超出我的預期 可以說是 我以為你還會可能 到時都不知道能否交到貨 到現在我就覺得 你會不會早加很多呢 我都在想 因為是這樣的 可能前期我們工程都多 你知道都是輕微一手一腳去跟 所以前期可能會等一會 但是真的開始之後 其實整個過程是順暢的 是很快速地去完成 當然應該會在七月份 七月份這間屋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本來定下是八月的 哈哈 其實在這裏我們都說 我再說一說 其實在國內裝修 我就覺得材料方面 我都是比較注重的 甚至乎在五金件內都很注重 但是在我們簽合約之前 大家都說得清清楚楚 我其實很安心 即是我用什麼五金件 我用多少門教 用多少隻貴 怎樣設計 現在呢 Henry也跟我說得很清楚 嗯 即是我都問過 用進口貨 即是說用國產貨的問題 嗯 其實我都發覺 現在其實國產貨的進步是很大的 就是我會接受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在同質量的情況之下 國產是有的話 我就說我是建議用國產貨 不是因為它是便宜和貴的問題 嗯 我覺得現在國產貨已經可以說是有保證的 嗯 很多你們出去大商場 看到那些什麼大的銷售點 其實你們可以去看看質量 是OK的 完全是 不一定要買日本 其實都是可能是國內做的 就寄山長水縣寄回來 嗯 嗯 因為我們到目前其實很多的產品都是用國產貨 第一個我們還不在座室那裏說 說性價比 說這個質量 第二個其實你供應源頭 其實大灣區很多原材料的供應源頭 磚佛山 家屍佛山 很多這些源頭 燈啊中丹 中山古鎮 所以這些源頭都是在大灣區裏面 亦都是說回整個大灣區的生產供應鏈 是非常之強大的 嗯 所以裝修這方面我們就就地取材 選好的 那所以7月份很期待這個 開箱 哈哈哈哈 大灣區生活之多些 看樓找容易 隨著大灣區的融油 香港越來越多的朋友 回來這邊規劃養老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 開始養老生活 這個時間來講 很多的朋友 可以做對比選擇的時候會發現 嘩 非常之多的樓盤 應該怎樣選擇 亦都非常之多的看樓團 應該怎樣選擇 容易推出了定制化的看樓團服務 在這邊會根據你的需求 以及需要 我們會定制化一條看樓的路線 而且全程大家千萬放心 沒有任何的壓力 開開心心去看樓 在這邊還可以安排一些美食 大家去品嘗一下中山的美食 珠海的美食 紹興的美食 整個看樓的感覺是非常之舒適 就好像一個朋友帶你到內地去看樓 然後我們也有來回往返接送的服務 去到不同的樓盤 我們會跟你介紹不同的樓盤周邊的情況 會比較忠肯地告訴你 這個樓盤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優點 哪一點是比較值得符合你的需求 在這裡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看樓團 我們都希望今天晚上好像一吃吃飯 阿菲哥可不可以跟我們去 說兩句 說兩句 我們沒有什麼準備 其實我們就是一些日常的交流 這種真實的感受 真實的感受 我在說在國內 其實我現在很多家電 我都是用國內的東西 其實我上來之前 甚至我連買冷氣 我都是打算用日本的牌子 但是上到來 我現在是反過來想 我覺得國產的牌子 有幾個大牌子 都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說 完全沒有問題 你真的可以試去感受一下 甚至電視來說 我告訴你 比香港有個知是無不及的 這裡只會有更加好 為什麼呢 這裡差不多是沒有插電視天線 收電台的 現在是很少的 全部都是上網的 因為網速快 即是高清 4K 不完全不太理會 都不在話下 基本要求 這些 即是很高清很漂亮 電視 音響的電視 音響 他都會注重音響 我真的不知道 這是預期之外的事情 對 對 的低益 到我去考慮買車的時候 我絕對支持用電動車的 哈哈 我終於買電動車 買這個電動車 我真的覺得現在真的很爽 又開起來感受很好 接著充電的成本又低 是啊 因為我還有可能 我真的很融入大灣區 變成了 我晚上去充電 調整的車子 晚上充電 兩毫多支度電 充滿整架車 都是十多二十元的電動車 現在走幾百公里 是啊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聽到那天 有些人說 去街市買菜 都要開一輛車去 我只想到現在 你如果去街市買菜 在香港駕駛車去 你真的會過程度很高 所以在這邊交通的道路 又方便 是嗎 我發覺 我講回中山 其實 由我初出入來 即是兩年多次 差不多三年 那些路 和現在的路 我告訴你 真是誇張 現在多了很多高駕路 很多高速路 有些路就開始很靈 甚至連我那裡 整條馬路也鋪過去 行人路也鋪過去 真是很進步 升級了 是啊 還有 是很短時間 已經做了一件事出來 之前我不是常常在的時候 每一次回來 都發覺是不同了 一些東西 那些路硬是走來走去 走快了 哈哈 而且沒有什麼紅爐燈 駕駛低限 很好 是吧 所以整個大灣區 不斷在發展中 其實我們都感覺到 特別在這幾年 和深中通道 和深圳這邊對接 其實中山大灣區整個路網 升級了很多 是啊 是很短時間內 可以升級到這麼多 而且現在還在清淡感 是啊 所以接下來港車得上呢 如果是方便很多香港的朋友 就會過來這邊 然後玩吧 其實呢 如果你給我建議 我還是覺得 在這裏買的車好一點 是嗎 是啊 你香港有香港駕 這裏有這裏駕 是不是 就是 那些車呢 我可以這樣說 嗯 你30多萬的 40萬的車 你在香港真的要過百萬 只有這樣的享受 就是這樣 電車你的真實體驗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你買一輛車 政府還要support你 還要給你優惠 由減免購置稅等等 在香港呢 你買一輛電車 你就大件事了 只是抽稅都很重很重很重 百分之一百抽稅 你真的 所以變成價錢相差很遠 你變成就算買一個最近在香港有推的車 國內賣十幾萬 香港又賣三十萬 同一架車 同一本車 同一間公司 嗯嗯嗯 所以你變成呢 你是不是覺得很開心呢 你在國內 駕著十幾萬的車 就等於在香港駕著三十萬的車了 而且充電又很方便的 你經常駕去買送 或者行山的時候 充了一陣電 你就搞定了 最近呢 我家的充電裝 就有些問題症 我又要充電 我早上去充電 充滿電 都是五十多元 就是 在外面還是快充 即是 你一個小時 零幾分鐘 可以充滿一輛車 你就真的覺得很開心 你等一輛車充電 然後你去吃點東西 回頭拿車 那就是 而且很多充電車位 大家可以放心 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你用手機 已經可以看到 哪裏有充電裝 還有充電裝 充電裝是空閒的 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Apps 告訴你 是啊 很方便 在最後 其實再想問多一句 其實當時是你對中山了解 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 情況下 其實比較迅速地買了 這邊 神萬的一個單位 如果依靠 如果依靠 讓你再看一遍 你的選擇 你可能對中山了解更多 我只是用 我很欠 我絕對是沒有錯 我告訴你 因為我現在坐在這間屋裡 其實開冷氣的機會真的很少 很可憐 因為那間屋裡叫南北空 就算外面比較熱的時候 一回家打開兩邊的時候 空氣很舒服 又涼爽 基本上都不需要怎麼開冷氣 所以在這邊 今晚再次很感謝 阿榮哥這邊幫我們做一個分享 同時預約你 我們到時7月份 搞定那屋 你回到香港 再回來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開箱 好 好的 下期見 一於下期見 玩具生活多些 看樓找容易 在這段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來內地看樓 有參加各種看樓團 也有自己回來內地樓盤去看樓 在這裏 Mango推出了一個 定制化的看樓路線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你 定制化是根據你想要看的樓盤 我們和你提前商量好 規劃好去哪裡看 而且過程中還可以安排 你最喜歡的美食 一家人或者帶幾個朋友過來這邊 可以很針對性地去看樓盤 看周邊附近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事業顧問 會為你介紹清楚周邊的發展規劃 現成的情況 以及介紹這邊有哪些人群會買 適不適合你 因為買樓而言 不同的價錢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究竟哪個才是適合你呢 是不是純投資 或者純自住 或者是買公寓 還是買住宅 還是先租 還是後買 等等的這些情況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 給你不同的建議 以及全程毫無壓力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輕輕鬆鬆 在一天或者兩天的時間裡 將你想要考察的樓盤 我們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這裡誠意呼籲大家 參加我們的看樓團